娱乐圈中有很多家世极好的人 比如高晓松 朴树 王力宏 刘若英等等 在近些年活跃度很高的小鲜肉中 家世显赫的当属王家尔 这个本可以不用进娱乐圈也能发光发亮的人 却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王家尔是那种一眼看去就特别积极阳光的大男孩 最主要的是极其爱国 这个让人着迷的爱斗到底有多优秀 1994年 王家尔出生在香港一个体育家庭 备受宠爱又被寄予了无限希望 他的父亲有亚洲第一线之称 也是香港基建队总教练 曾带领香港基建队参加过北京奥运会 母亲则是前体操名将周平 他的外公则是医学泰斗周永昌 也是中国超生医学的开创者之一 所以王家尔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被上天眷顾 自小就有着强大的运动基因和天赋的王家尔 受父母影响开始走上了运动员生涯这条路 小的时候 王家尔曾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书 王家尔性格活泼 总爱在上课时说话偷吃零食 于是老师就对王家尔的妈妈说 这个孩子太好动 可能有问题 要么你带他去看医生 要么你带他去国际学校 就这样 王家尔因为被老师怀疑有多动症而劝退 那一年他小学三年级 无奈之下 母亲只好将王家尔转到了九龙堂区 最著名国际学校之一的香港美国国际学校 一开始 王家尔因为被贴上多动症的标签而自卑 可来了之后 反而找到了自信和快乐 在这所国际学校 他发现很多孩子都和自己一样活泼好动 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 不过读这样有名的国际学校 学费可是相当的昂贵 妈妈为了让他安心在这里读书 每天不停地加班 有时候他一回到家 就发现妈妈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醒来后继续给他辅导功课 他在这里从小学四年级 一直读到了高三 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在这里上学 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 在这里 我不会担心犯错会被惩罚 害怕出错会被人嘲笑 在这里我感觉自己被所有人爱着 我觉得不只是学校 他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在学校中 王嘉尔的成绩非常优秀 最后还收到了斯坦福大学 和香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除了读书时是个优秀的学霸 王嘉尔更是个不可多得的运动天才 受父母影响 王嘉尔从小就开始接触体操和基建 比同龄人要辛苦得多 六岁的时候 在母亲的悉心培养下 开始学习体操 还得过香港区少儿冠军 可是练习到了十岁左右 王嘉尔就半路改学基建 因为母亲担心她学习体操会长不高 就让其放弃了 十岁那年 王嘉尔在父亲的培养下 正式学习基建 那时候 父母都希望她日后能成为一名 伟大的基建运动员 王嘉尔改练基建后 果然展露了极高的运动天赋 取得了教人成绩 让人惊讶 十二岁那年 王嘉尔就参加了全运会 并斩获了人生中第一块金牌 而她只练了短短两年基建 到了十七岁那年 王嘉尔又一举夺得了 亚洲青年锦标赛男子冠军 十岁到十七岁练习基建这期间 王嘉尔获得了三个亚洲冠军 三个全国冠军 九个国际和香港冠军 世界排名十一 年少的王嘉尔堪称是天才基建运动员 是体育界一颗璀璨夺目的星星 备受世人瞩目 可就在她前途充满无限光明的时候 却突然退出基建界 告别了自己运动员的身份 而这一切的改变 还要从她热爱的音乐说起 十七岁那年 是她基建运动员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 也是她改变命运轨迹的时候 2010年 王嘉尔备战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正好通过了GYP公司 在香港举办的选秀 极度热爱音乐的王嘉尔 决定放弃已经有所成就的基建 一切重新开始 据说父亲并不同意他去韩国当练习生 当时父子俩还有一个约定 父亲说 如果王嘉尔在亚洲基建青年锦标赛上 拿到冠军 就同意他去做练习生 结果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嘉尔却真的给做到了 2011年 王嘉尔放弃了所有光环和顺风顺水的前途 去韩国成为一名心酸的练习生 去之前 他不仅放弃了参加伦敦奥运会 还放弃了已经取得的香港大学 和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最终 他选择了一条 难走又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的路 这样的勇气让人感到钦佩 我们知道 在韩国做练习生 那是极其的辛苦和艰难 在异国他乡的他 除了每天坚持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训练 还要遭到各种冷眼与轻视 知道自己是运动员出身 不比其他人有天分 人家做十个 我就做一百个 我不信我追不上你 在经过三年的苦熬之后 2014年 王嘉尔以韩团GOT7成员身份出道 那一年 他二十岁 不过刚出道时的王嘉尔 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 也不受人待见 为了提升自己的人气 王嘉尔只能拼命参加韩国的各种综艺 成了一个综艺劳模 有一次 他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时 为了节目效果 被人当众扇了一记耳光 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 王嘉尔有段时间力不从心 又在节目中被人骂不敬业 经过几年努力 王嘉尔最终在竞争激烈的韩国娱乐圈 站稳了脚跟 一举拿下了韩国的综艺新人奖 此时的王嘉尔开始在韩国打开了市场 名气开始直线飙升 除此之外 王嘉尔在韩国综艺中 频频表现出极强的爱国之心 精通多国语言的他 常常会在节目中说中文 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并满脸的自豪 有一次他在韩国参加一个访谈 别人问他是香港人吗 他说是中国人才对 后来回国发展后 他在韩国节目中的种种爱国表现 一度让其收获了无数粉丝的追捧 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宝藏男孩 终于散发出了该有的光芒 回国工作后的王嘉尔 一路逆袭 成了一个多才多艺 又招人喜爱的顶级爱豆 2017年 他的一首Papi Lone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霸占了各大音乐榜单 2018年 他的原创单曲Findy Man 又登上了iTunes美国总榜 和POP榜双榜第一 名气急速飙升的他 后来在参加各种综艺节目时 也毫无偶像包袱 成了一个耿直boy 他曾说 虽然离家很远 我们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他曾在半年内飞行超过12万公里 努力到让人惊叹 除了孜孜不倦的努力 王嘉尔对自己的形象 更是保持着极度的自律 常年保持着健身习惯 身高1米75的他 体重一直控制在120斤左右 为了不让自己发胖 他曾一年没吃过淀粉类的食物 除了阳光帅气 多才多艺 王嘉尔还是一个为数不多 极有教养的年轻偶像 在各种节目中 王嘉尔表现的都是极其低调 谦逊 温暖待人 又毫不张扬 这种极有涵养的品质 也和他的成长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26岁的王嘉尔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那条路途坦荡又光亮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 娱乐圈有两种人 王嘉尔认识的人 和王嘉尔即将认识的人